每个人心里都住了一个小中宣部 这话我当讲不能讲 我能说得到几分 我说还是不说 在拿到一个材料 拿到一个事件的时候 这是第一反应 我说了会有什么后果 我能承担这些后果吗 不同时区 不同生命体验 相通的情感和语言 欢迎收听你那边几点 每期我们会邀请来自世界不同地区的华语来宾 谈一些共同关心的话题和故事 观察相似议题 在不同土壤生长的模样 大家好 欢迎收听今天的你那边几点 我是Y脑柱台湾的特别记者弗雷亚 本周11月8日是中国记者节 根据国家记者组织 SISF今年发布的世界新闻自由指数 在180个国家和地区中 中国排名第173位 随着媒体环境的一再恶化 记者的生存空间也急剧萎缩 很多媒体人近几年 有的选择转行或者是移居海外 那么今天呢 我们请来两位之前在中国媒体行业工作的 前中国新闻人 贾佳和陈采薇我们一起来谈一谈 为什么不在中国做记者了 贾佳你好 采薇你好 大家好 我是贾佳 哈喽大家好 你们好 首先呢我们还是根据节目的这个惯例啊 先问一下你那边几点 告诉我们一下你那边几点现在 我这边算比较晚 是周二晚上的11点PM 我这边是东京时间中午12点 很高兴跟你们聊一聊这个话题啊 可以先介绍一下自己吗 尤其是给听众朋友们讲述一下 之前在国内工作时候 一些媒体工作的相关的经历 我从2002年开始做媒体 先是在党报的那个光明日报 后来又去喉舌新华社 再后来又去海外喉舌凤凰卫视 都是在喉舌媒体 对这都是官方媒体嘛 所以就是我对于这个审查 从一进入媒体的时候就知道 甚至我还在南京做实习生的时候 我就知道这种媒体审查有多么可怕 我后来2009年我参与创办了 中国的第一份南刊TQ杂志 后来又去香港做阳光十五周刊 再回北京做腾讯大家 然后腾讯大家做完之后呢 又去香港参与创办那个端传媒 哦这也是大家的一个共同点 凯威的话就现在也还是给端传媒共稿 是不是 对对对有给端传媒帮一些忙 做点事情 大家的一些焦急 好嘉嘉你继续 对我是15年在香港 就是参与创办端传媒 没多久我就撤了 因为我那时候对香港的中文媒体 也失望了 所以就干脆彻底就离开了机构媒体 然后16年到20年 我在深圳做一家自己的自媒体 然后谈海外华人的故事的 到了20年疫情来了以后 我就撤了 现在在东京大学做科技研究员 当然也是从事跟传媒研究相关的事情 履历确实是比较复杂 中间我还略掉了几个比较简短的经历 比方说我2003年的时候 去那个21世纪环球报道报道的那天 也就是温家宝刚刚当选中国总理的那天 我们报纸被封了 所以那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失业 也是跟言论审查有关的 这个故事一会儿可以讲 好 等一下我们再谈这些细节 然后采薇你跟我们介绍一下 就是你是95后还是00后 然后从你的角度来讲一讲你的经历 还有尤其是比如说从业的经历 还有当时的媒体分文又是什么样的 我是95后 对 我没有到00后 我是97年生的 然后我其实是大学 从大三大四的时候就开始想要再做新闻 然后大学毕业到现在也一直都在做新闻 我大学毕业之前是也有给中国的公众号 写写关于艺术文化的稿件 然后大学快毕业的时候在美联社实习 然后毕业了以后就在一家 写中国科技的英文媒体 在北京工作 我觉得我的所有全职工作 还有我后面找的工作 都是在英文媒体里面 然后但是我自己从这个英文媒体出来以后 又做自由撰稿了很长时间 所以其实比较有意思 刚刚就是两位提到了有一些媒体 虽然就是我没有全职待过 但是我都有供过稿 包括我现在也在做自由撰稿 一开始相当于各种 我觉得我有兴趣可以写的稿都会接 然后包括给美国的各种媒体 然后是科技类的 就比如说什么连线杂志 还有音乐类的Rolling Stone 给国内的一些时尚杂志 就比如说什么巴沙时尚先生 也写过一些稿件 然后香港这边的端春美 然后现在的话 我是21年正式搬到美国这边 之前也是在一家美国科技媒体做全职 然后现在这两个月又自己出来 又再到处写一些稿 对所以我觉得我的这个经历还挺杂的 中间也赶上了中国人在外媒 在英文媒体的很多的一些趋势 包括播客吧 我觉得也是就真的是我开始做新闻以后 眼看着它崛起的一个东西 然后我自己也在这里面有瞎掺和一些 很有意思的经历 那我们也时间倒回一下从前讲一讲 你们是从比如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是想做记者或从事新闻媒体工作的呢 甚至比如说一开始是不是有过一个新闻理想 可以谈一谈这个一开始的这样一个初心 是什么样子的感受 大家你先讲吧 因为通常说呢 90年代21世纪初都说是中国媒体的黄金时代 你同意这样说法吧 就那个时候是黄金时代 那个时候的氛围是什么样的呢 你也挺黄金的 我其实大学学的是古典文献学专业 它跟新闻是没有关系的 它是研究中国的古籍的 但是为什么会做新闻呢 其实也是一个比较突然的一个触动吧 就是我大学快毕业的时候 我当时在南京日报时期 我遭遇到了直接审查我的 这么一个言论审查的一个行为 但是此前的言论审查都是间接的 比方说在我爸爸身上发生的 那时候我年纪小我不懂事 我非常简短地讲这个故事 就是有一幢大楼 北边侧面全部租出去 但是它跟附近的那个居民楼 特别特别近 租出去的商户几乎都是做菜的 都是饭馆 然后饭馆的那个油烟 全部喷到那个居民楼的那个窗户 造成巨大的噪音和污染 然后这个居民楼就跑到报社去上访 写了很多告状信 然后就被我看到了 我去实地采访 觉得好过分啊 他们怎么能够直接把这个油烟 就排放到居民楼的窗户呢 两个楼大概只有一米多一点的距离 紧挨着的 然后我就采访了那个大厦的那个管理者 那个大厦说我们一直就是这样的 这个问题没人管啊 我们也不管啊 大意思说这些事你别管啊 我们一直是这个样子的 我当时就挺纳闷的 我就写了一篇稿子 然后把这事情讲了 把各方说法都放进去 然后我的采访部的主任 他突然问我 他说这个大楼的业主方式哪里 你知道吗 我说我不知道 他说你注意到这个大楼叫爱德大厦哦 爱情的爱 道德的德 他很可能跟基督教有关哦 我说啊是这样的吗 后来我就去查那个大楼的那个业主方式 中国爱德基金会 它是基督教的一个组织 然后可以在南京横着走的那种组织 因为它全世界的圣经都是它那里硬的 台湾部主任就跟我讲 他说这件事情涉及宗教 我们不要报了 然后我就特别生气 我本来是觉得是什么 可以改善民生的一件好事 结果因为那个大厦的所有者 是中国爱德基金会 它跟基督教有关 所以这件事情我就不能报 那是我人生中遭遇的第一次被审查 然后我的稿子被毙了 所以是稿子已经写好了 但是就是没有报出来 没有登出来 对没有登出来 然后而且我第一次被审查 居然是跟基督教有关 而且我后来去自己去查了 爱德基金会的资料 它就是全世界最大的圣经印刷厂 它就是中国基督教的最大的企业组织 这个是2000年的夏天好像 所以这个事情的话 当时对你的思考影响触动 是什么样子的呢 就是它反而会给你一个思考 一个动力去做新闻吗 对我当时就觉得说 为什么呢 如果我们报了 它不就会收敛吗 然后就因为它跟宗教有关 它又可以这样去欺负老百姓吗 就有一股年轻人的 不知道从哪里来的正义感和力量 然后我说不行 我觉得新闻这事可好玩了 我要把那些老百姓不能讲出来的话 我都要替他们讲出来 就特别朴素 就是我要把这个世间 不为人所知的事情 我要把它爆出来 有一点情怀吧 那个时候 就是因为这件事情 然后我才知道说 原来他们言论审查的范围会这么广 而且会这么曲折 而且会这么不讲道理 这么直接 曲折是因为 它只是一个跟基督教有点关系的 然后他就不能报 直接就是说 我们老板就跟我讲 他说 因为和宗教有关 所以不能报 这个算是一种 在这个报社层面的自我审查 还是说更深层度的审查 这件事情连南京市报的社长 总编辑都不知道的 直接在部门一级 在采访部主任这里就拦下来了呀 是报社的自我审查 还不是个人的自我审查 个人的自我审查可能要 我是在新华社期间形成的 2000年其实算是媒体的一个黄金时代 已经算是相对宽松的一个氛围下发生的事情 都说那个时代是相对还是有很多空隙 有很多空间的 就是你大体的感觉除了当时也会有这些审查 但是整体的氛围还是有空间的是吗 当然我认为这个是后见之明 因为我们从2000年开始 中国的言论审查越来越紧 越来越紧 我们往前回溯的话 就会觉得那个时代很松 但是我们复杂那个时代的时候 就是2002年我做新闻 到奥运会之前吧 这几年 就是一般人都觉得那是黄金时代 的确 黄金时代是有一些特征的 特征就是冒出来很多新的媒体 大家都很赶冲 然后大家都会利用时间差 利用什么医地监督去尽量的去报出来 但审查是一直都在 只不过是我们的感觉是越来越近 那你像黄金时代 我举一个打时间差的例子 2002年9月14号 那个南京汤山那个投毒案 礼拜六下午发生的事情 然后礼拜天那个21世纪环球 就派出了记者 一大早飞去南京 然后一下午采访 晚上写稿 然后凌晨排版 就礼拜一就出来了 中宣部的禁令是 礼拜天晚上下来的各报社的 其实那个时候就是收到禁令的时候 那个报纸已经排完版了 所以就打了一个时间差 就别的报纸 包括南方周末在内 也派了记者去 还有中国新闻周刊 他们要么就是写稿慢 要么就是审稿慢 总而言之 只有21世纪环球报道 一家发出了 关于南京汤山投毒案的深度报道 这个是打的时间差 就是说在禁令下达之前 我们就已经排版了 这种事情其实在当时有很多 而且当时的题材是非常广泛的 像什么矿难啊 还有像什么投毒案 富洋的大头娃娃 还有我亲自参与的 父亲214矿难 等等 全都是依靠什么打时间差 然后靠速度 在禁令之前 大家要拼出稿 还有就是媒体 是有互相的帮助和默契 就比方说我们 如果全都顶住压力发出来 造成之后的这个追认 就是禁令也没用 就这点就在 文川地震的时候 是最明显的 就文川地震的时候 当时是说只能用新华社的通告 但是各报社都认为这件事情太大了 我们不能听他们的 然后就全部都各自发了 我指的是一线的市场化媒体 比方说像南风窗 中国新闻周刊 三连生活周刊 南方周末 凤凰周刊 这些全部顶着压力发出来 那发出来就发出来了 最多就是被骂一顿 并没有特别严重的事后的追查 这个是集体抗命 对又集体抗命 最起码还能发出来 有审查 有各个层面的 但是还是有这些 比如说像你说打时间查 媒体的互相帮助 还有尤其是异地监督 这些还是有一些空间 尤其选题 可以有这么多丰富的点 对还有的就是 一个是时间查 一个是空间查 就比方说我06年去了凤凰周刊之后 凤凰周刊名义上算香港媒体 所以它的尺度 是比一般国内的媒体 要稍微大一点点 南方周末 或者南方都市报 那边发不了的稿子 他们就私底下换一个笔名 偷偷地给凤凰周刊 然后我们凤凰周刊 就把它发出来 发出来之后 其实南方周末跟南都总编 编辑都知道说 这稿子是从他们那流过来的 只不过是他们那不能发 那我们这能发 那我们这发了也就好 反正这样对大家都好 就是稿子也出来了 事情也被知道了 然后记者的稿费也有了 是一个双赢的事 三赢 是一个相对能做事的 就是媒体人 还是有一些空间 做一些真正的新闻 还是有这样子的空间的 那个时候 相对于后来 对对 相对于后来来讲是这样 但当时还是 有一些严格不能碰的区域 就比方说 我在新华社的时候 这些东西是不用讲的 是大家心智肚明的 六四不能碰 法轮功不能碰 海外民运不能碰 新疆西藏不能碰 香港问题不能碰 这些不能碰的问题 全都是大家心智肚明的 就是你在这个行 你知道待那么一两年 红线 对对对 这些红线你全都知道了 就是我进新华社的时候 也没有说有一个什么培训 也没有一个什么课程说明 你就在日常生活中 跟大家聊天 跟主编聊天 跟你的部门领导聊天 你就知道这些东西 会是一个红线 对这些算是当时的红线 而现在的话 这个红线的话 已经逼得越来越近 然后这个勒得越来越紧了 现在不是红线 现在都化成红布了 差不多是 那我们先跟采薇聊一下 就是从你的经历谈一谈 你当时就是初心是怎么样的 你本课时候学的 就是传媒的专业是吗 当初也跟大家一样 有过朴素的新闻理想吗 就是能给我们讲一讲当时 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处形 对 就是我大学学的 就是传媒相关的专业 然后我觉得 我好像不是一个 好像有特别纯粹意义上的 新闻理想的一个人 我之所以想要做新闻 我觉得是有两方面 比较大的影响 当然这个也是 所谓的后见之明 后面给总结出来的 当时肯定没有这种自知吧 一方面是 因为我妈妈是一个地方 电视台的记者 然后我自己 虽然就是年纪比较小 但是就是我也算是 在场见证了中国的新闻自由 还有一个时代的 地方的新闻现状 我小的时候 跟父母去上班 还很常见 然后我基本上就是在 我妈妈她们编辑部里长大的 耳濡目染 对对对 我的电脑是那些排版 做设计的哥哥姐姐们教的 她们会教我去看电影 玩游戏 下载各种音乐 我会看到当时我妈妈她们几个编辑 她们四个人都是比较年轻的 应该是二三十岁的就是女性吧 当时把报纸的整版打印出来 然后会拿红笔在上面圈圈 会就是有各种修改符号 因为那个时候还不是用电脑去做校对 所以就是我妈妈也是因为她常年做校对 然后也自己做采访 她有时候还会带上我去做采访 她因为常年做校对 她眼睛特别灵 所以就我小的时候写作文是非常害怕的 因为我写作文 我妈妈会站在旁边 她扫一眼 我这个句式不对 或者是我用词不好 哪个字写错了 我妈扫一眼 然后立刻啪啪啪全部可以点出来 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的 就是我妈她们是在 当地电视台下面的电视报 电视报其实它的崛起 其实是跟电视作为一种媒介 和大众娱乐的崛起 是在中国是分不开的 就是在00年代 电视报跟当时的这种日报晚报 还有就是各种更官方的这种媒体报纸 它纸媒它的区别 就是它有印的那种电视时刻表 所以大家订阅那个报纸 都是为了看就是什么时间 哪一个频道有哪个节目 对电视报后来 然后我也见证了 应该是00年代 就有一个都市报的崛起 当时在我们湖北是楚天都市报 我小的时候是会 就是有的时候跟着我妈妈去采访 然后有哪一个 我们虽然是小地方 但是有外地的乐团来演出 然后有一些社会上的事情 可以带的 我妈有的时候真的就会把我带在身边 然后我还记得有一次 就是我妈妈去采访廖昌永好像 然后我就在旁边那个沙发上面玩 所以我觉得新闻 还有就是做半报半杂志 这个东西在我心里面 就是一直是很美好 很理所当然 是有播下一个美好的种子从小 对对对 但是就是其实我也能够眼见着 虽然我年纪再稍微大一点 不是小孩以后就不可能一直跟着妈妈去上班 但是就是我能感觉到 起码是就是我母亲工作的这个电视台和媒体环境 而且我又住在电视台家属院 所以就是我身边的其他的小朋友 然后有的小朋友 他妈妈是新闻主播 然后有的小朋友 他爸爸是扛摄像机的 所以我觉得我生活在一个这样的 在我很小的时候 起码我的回忆里非常乌托邦这样一个地方 但是在小的时候 体会不到什么审查 红线或者是真实的 就是这种事业单位的这种斗争 但是我能够感觉到 这种乌托邦的感觉在一天天的消散 而且知道我所知道的和体验到的东西 我也知道在中国的官方媒体 想要做出可能更有impact 更真的能讲真话 就是说真的事情 这样的故事是越来越难了 所以说在我读大学的时候 再重新的真的去考虑 我的职业选择的时候 我其实把目光投向了外媒 想去看一下 那如果可能用中文 我能写的东西再变得越来越少 我能不能够用去英文做一些东西 对 这个的话我们后面可以继续再详细聊聊 当时的这个选择 然后后来实际在外媒又是什么样子的 可能会面临着其实是另外的一些困难 对对对 我觉得是有不一样的困难 有独特的一些挑战 然后我上大学的时候 我读的是传播学专业 然后就是其实我们大部分的同学 都是去市场营销或者是公关相关的工作 这个时候比如说大三的我再出来去实习 面临的是178年非常高度市场化的公众号主导的一个中国这样的媒体环境了 我当时其实第一份实习并不是在一个媒体 我去了一个有一点互联网性质的公司吧 然后在这个公司里面因为各种机缘巧合 然后开始被发现我会写东西 就被指派来写这个产品的公众号 我当时就是真的每一天写一篇文章 写到最后也没东西写 甚至就开始采访人 会去采访人 然后去写一些 现在看来就有一点特稿性质的 或者是专访性质的这些文章了 然后写到后面我觉得有点不对劲 好像我喜欢做的还是新闻 我做的东西基本上都是新闻 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 就相当于下一份工作 后面都一直在 算是名正言顺的在做新闻了 那我们后面再具体的聊一聊 你后面的一些新闻工作的经历 近几年国内做新闻 具体会遇到哪些层面的困难呢 就是比如说我们从几个角度来说 你们可以就是从你们自己的经历 或者是观察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比如说做新闻的前期选题 或者是联系采访对象之类的 以及尤其是第二个很重要的环节 去现场以及后期的一个发布 这些不一样的环节 都遭遇了哪些越来越明显的困难呢 贾佳可以先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好的 我先跟财威say hi 因为我爸爸也是地方电视台的 然后都是媒体世家的 对我妈妈是语言老师 我爸爸是电视台的编辑 回到我们这个主题 我觉得有几个挺大的时间节点 是需要注意的 第一个时间节点是胡温上台 胡温上台这个是以 21世纪环球报道 直接被关停为标志的 就是当时评价改革开放嘛 21世纪环球报道 他采访李锐 然后李锐就说了一句话 说这个邓小平只改经济 不改政治 这是不对的 这句话 然后整个报纸被关了 那这是2003年的3月17号 3月17号最后一期报纸我还有 那天正好是温家宝上台 所以胡温新政 所谓的新政 其实是更严格的开始 它是一个以禁止谈论 政治体制改革为标志的 这么一个新政 所以它的新政呢 也肯定是销归槽随了 它不可能就是说 推出什么鼓舞人心的政改措施 那这个是03年春天发生的事情 但是到年底 又有三份报纸新创刊 第一份是2003年11月11号的新京报的创刊 第二个是2003年年底 11月18号亮望东方周刊的创刊 还有12月份新周报的创刊 就是当时同一年 有三份那个市场化媒体创刊 这个是很鼓舞人的 也就是说胡文一方面禁止你谈论政治体制改革 但一方面又允许新的这个市场化媒体的出现 就说明他们的也不是用简单的说言论审查 或者收紧去可以概括的 它是中间有各种各样的算计 或者是政治安排 03年是一个节点 然后08年是一个节点 08年是一个节点是什么 是314跟文川地震还有奥运会 非常清晰地体现了胡文政府在新闻审查上的一些特征 就是在314之后呢 开始你讨论西藏问题和民族问题就变得不太可能了 就是过去我们西藏问题跟新疆问题 我们在日常报道当中还会有一些 比方说07年的那个时候 凤凰周刊跟南方周末都做过关于新疆和西藏的报道 其中有民族问题的这些描述 到314之后关于民族问题的线就变得更紧了 然后文川地震是这样 文川地震因为有当时各大媒体的那个集体抗命嘛 我刚才讲到 所以他们后来就把重大事件要求总编社长负责 然后不能出任何的政治导向问题 就是在文川地震之后 事实上就是说收得更紧了 就是说所谓的重大事件 包括什么旷难啊地震啊灾害啊这些 要听这个中宣部的统一部署 就是说你的自选动作变少了 你媒体的自选动作变少了 然后这是文川地震 那奥运会的时候 他们采取了一种更精细的管制 奥运会的时候因为设外嘛 这时候我就要谈及这个中国言论审查里面 不太被注意到的就是说对外国媒体的审查 08年奥运会的时候 我是参与了这个奥运会的报道 但是奥运会的报道分成三个层级 第一个层级是外国媒体和中国媒体 当然你都可以报道这个赛事本身 比方说比分是多少 结果是多少 这个叫赛事报道 第二个层级是叫奥运报道 奥运报道就是说除了赛事以外的 比方说各个代表团是什么构成啊 然后他们是什么人啊 他们在北京发生过什么事啊 就是涉及这个奥运会周边赛事之外 但是还是以奥运为主题的 这是第二个层级 第三个层级是奥运会以外的其他报道 比方说当时记者无国界组织在奥卓委外面示威 就比如说有西藏的人在北京的五环上悬挂 雪山十字旗等等 这些报道成为奥运会以外的报道 三种报道类型不同 北京奥卓委居然给设了三种不同颜色的记者证 连记者证的颜色也区分 记者的证件呢 对对颜色和等级 你这个颜色和等级你只能进到场馆 或者你只能进到场馆以外 或者跟场馆相关的地方 或者你不能进场馆 以及你的采访的内容跟你的颜色和等级不一致的话 就都是违规的 这个不仅是对外国记者对中国记者也是这样的三种颜色的记者证 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已经对选题 对这个topic进行了分级和分区域的管理 这是一个很精细的一个操作 就是在过去的奥运会报道中是没有出现的 很有意思 我不知道苏联跟当年的那个韩国的奥运会有没有这个样子 但是我们这个奥运会是发明了颜色和等级不同的记者证 事后这个精细化的管理就延续到了中国记者的日常当中 就比方说你是给你定位是什么样的记者 你就只能做什么样的报道 假如说我在报社是跑这个社会口的 然后如果这是一个文化事件 可能对方就会理直气壮地说 你不是跑社会的吗 这个事跟你没关系 为什么要接受你采访啊 就是他把记者内部的这个职集或者是领域变得壁垒森严 像这种管理也是非常罕见的 就是过去比方说我在新华社的时候 我是做文化记者的嘛 那我也做过很多调查报道啊 甚至就是说在人手不够的时候 我还做过两会报道 做过时政报道的 就是内部自由调配嘛 你后来就变成了这种分工的严格管理 这个就很夸张了 嗯这个的话就是把限制的空间是越来越缩紧了 对然后到了2011年12年的时候 又有一次严格的收紧 这个收紧有两方面的因素 一个就是当时2012年的这个换键嘛 还有一个就是当时互联网崛起 什么各种微博公众号开始出现 网络的言论审查变得突出 甚至改组了信息办公室 改成网络与信息办公室 就是从原来的那个新闻办的职能 过渡到网信办的职能 这个是12年出现的 13年正式成立的网信办 但是12年已经在筹组了 就是原来的那个网站 都是由国新办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管理的 后来专门成立了网信办 就是网络与信息办公室 这个是一个在机构上的一个重大变化 然后我统计了一下 在网信办成立的时候 可以管理网络内容的部门 不管是国务院一几个 还是二十几个 主要是在国家的一个层级 可以管理网络的部门有56个 这级的法规有380多部 就是他们一直在完善 那个审查的工具 网络审查的这个方面 那在跟财卫谈之前 就是想跟你们两个一起聊一聊 除了这些方方面面的一些审查的收紧 另外从普通人的角度来说 看一看到记者作为一个职业 那最重要的肯定就是去采访 去现场等等 那现在尤其是很多媒体人都普遍反映 就是去现场越来越困难了 那这个的话尤其是比如说今年还发生了 在河北燕郊爆炸事件当中 甚至连央视都被阻拦了 那你们有这样子的观察和体会吗 就是去现场去采访 这个角度为什么会变得越来越难呢 首先我的话 我没有做过时政和社会这一类的 我不太有做这个 然后我之前在国内的话 去过很多就是科技类的采访和现场 然后我觉得这个就涉及到国内的这个新闻界另外一个问题 商业利益和记者的这种联合 这是什么意思 我觉得在这个科技和商业新闻里面 我第一次去一个现场的这种企业的发布会 我记得我不知道有这回事 然后你的所谓的媒体老师的座位上会被放这个车马费 这个东西就是少至500多至1500大的活动 这个是我那个时候体会到的金额 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变化 然后它就是一个不成文的用来补贴记者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然后希望记者能够写出 然后对这个企业这个产品比较有利的报道 然后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有意思 然后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在外媒 然后比较多朋友 算是两边都有一些经验 然后我觉得一个很明显的跟人去讲话 和在现场跟人聊天的时候 比较大的一个感受就是 就是中国的普通人会比你能够接触到的美国的普通人 或者是任何一个西方的普通人 要对于记者的警惕心要高非常非常多 就是中国的这样的一个普通人 你让他去实名 向你表达一下他对某一件事情的看法 他为什么在这里 他今天做什么 然后有什么看法 这件事情简直比登天还难 就是你连让他跟你讲话都需要花很大的力气 很多时候普通人 哪怕是在跟政治毫无关系的事件上来讲 听到记者就是有点文记者色变的感觉 像是我在我之前工作的外媒 因为在美国媒体 尤其是很多正规的媒体 都是有这种新闻规范 就是说我一篇文章里面 我要引用如果七到八个信员 我要采访七到八个人 这必须是on the record的人 就什么意思 就是这些人要愿意用自己的真名 上这个版面来讲这句话 然后当时我们就 我跟我的同事就是做中国的 就真的需要反复的去跟编辑和上面去讲 就是这个东西不可能 就是你不能用这个要求来要求我 不然我什么都写不出来 我不可能在这篇文章里面 给你找七个普通的中国人 他们愿意把他们的真名给我 就这件事情是不可能的 如果我们要求一个普通的中国人 跟我们聊任何看法 尤其是还知道你是外媒的情况下 要对方实名来讲话 就是如果有这个要求 我一篇文章都做不出来 我觉得是这样 然后当时的话 我在线下去采访过的 如果说是社会事件 然后我可能印象最深的是 就是贤子事件 20年还是21年 当时在北京海淀法院外面 就是贤子诉诸军案 开庭的那一天 然后我是既算是一个中国的女权运动的关注者 然后也算是一个记者 当时就出现在那个地方了吧 然后因为我当时是在推特上 就是一边拍照 然后一边会去发东西 来实时用英文报道这件事情 所以当时我的那个推特 其实吸引了特别多人的点赞 然后也让很多外媒顺势就过来了 然后当时印象特别深刻的时候 出现了警察拖拽外国记者 然后会把当时应该是路透社的一个记者 就是从路上拖出来 然后不让他们拍照 然后到后来人比较多 然后有很多群众就是show up 然后开始去标语支持的时候 当时还会有警察在威胁 然后说你们要是谁 把这件事情写出去发出去了 就是我们会可以找到你们 会可以定位到你们的身份证号 然后当时因为我的那个推特 因为我发的那一系列 在推特上已经非常火了 就是已经大概几万浏览量了 所以我当时是非常非常害怕的 对 那是你第一次在现场 直接见证到看到的 一个外国面孔的记者 会遇到这么直接的一个阻拦 那是你第一次看到是吗 对对对的 那一个是我第一次 比较直观的感觉到 当时我还有真的是看到 就是在下面示威的朋友 给警察比了一个中指 然后被追出去了两三条街 哪怕是像我 只是站在那边拍拍照 看看热闹的这样的一个形象 都受到了就是那种警察的推散和恐吓 就然后这个是我可能是线下第一次 非常直观的一个感受 这次的话就是对你后来采访报道的选择 比如说去现场会不会有更多的顾虑 以及后来选择移居海外 等等这些就是这些事件 会给自己带来一些改变吗 我觉得潜移默化的有没有的话 我觉得有可能有 然后因为其实做社会运动 或者是线下社会新闻 也不是我本来就是主要去做的这样一个方面 然后我自己是做科技和文化的新闻的 所以就是可能涉及到这方面的机会也会少一些 但是我觉得如果从另外一个方面讲 就是作为一个中国人 作为一个中国国籍和在中国出生长大的人 像我们混迹在外媒里面 混迹在英文媒体里面 其实是有非常非常多看不见的限制 和哪怕没有了那一个很绝对的红线 你真的是有了无数个 你需要跳着去跨过的小的障碍 你就会不停的想你在外媒里面 已经玩着这样一个地域难度的这样一个游戏 然后你有来自中国的视角 你有来自中国的一些所谓的情怀和你的专业度 以及你的这种可以发挥的能力 怎么去发挥它是比较经济的 怎么不把自己折在里面 然后我觉得其实是每一个这个时代在外媒的 中国人有在考虑的问题 因为我们都知道 也有可能大家不知道 就是中国人在国内的话 给外媒工作是不能做主笔的 这个我们叫不能有byline 就是像纽约时报 每年社这些最大的媒体 就是这些英文媒体在中国 它都有一个常年累月的非常辛苦 然后又非常在幕后的角色 叫做新闻助理 或者叫中密 这样的角色可能 所以也是没有记者证的 对 这个也是没有记者证的 它甚至不能够获得credit 它不能就是获得署名 这些人就是一般都是有相对年轻一点的 就是这种也是很优秀的 我认识非常多很优秀这样的中国记者来担任 然后他们完全有自己去采编写稿 去采访这样的素养 但是往往都因为我们国家这个法律限制 也是因为外媒它内部的一些结构和历史积累吧 所以他们往往沦为一个美国白人记者 或者是华裔美国人记者的助理 他们会从事很多就是联系采访对象啊 翻译啊 然后真的去做采访 收集背景资料 这些非常非常重要 就是新闻中不可或缺的这样的部分 但是常年累月其实是在隐居幕后 不管是在外媒内部 还是出来了以后都没有很稳定的 或者是可靠的职业上升通道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可惜的 然后那还有一些就是可能像我这样的 就是也是最近五到十年 我觉得才有就是中国人在海外 开始去做这个新闻 这个地方就不涉及到记者证这一部分了 其实现在有越来越多的 因为就是中国对于外媒的这个限制 和对于记者签证 就是给外国人的这种记者签证的颁发 也越来越严厉 应该是在疫情期间 把就是许多外媒 包括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时报在内 都赶出了中国 所以相当于现在绝大多数外媒 曾经在中国有的这种 报道中国的人员和势力 都已经不复存在了 现在在中国的外媒记者是空前的少 应该是就是八十年代以后 就是没有比现在更少过 这个也就催生了很多美国媒体和这个欧洲媒体 他们选择让一个不管是在香港的 还是就是身在纽约的一个这样的负责观察中国的记者 来比较远远的去写关于中国的事项 所以我觉得中国在过去二十年 然后对于这种外媒的敌意 然后把媒体当敌人的这种宣传 真的是深深的直跟在了不管是受访的民众 还是说整个这个社会的情绪里面 这个其实是我个人觉得非常可惜 对于外国的媒体去了解中国 去书写真正的中国非常非常不利 这个角度的话是非常有意思 就是你从外媒的角度谈到了 不光是自上而下 甚至还有这种自下而上普通人的这种压力 信源它会有很多非常大的顾虑 闻记者色变 那贾家的话从你的角度 你的经历也可以看到 就是哪怕不是外媒 这种自下而上这种压力 这种普通人对媒体的不信任感 是越来越多的吗 我现在讲一下你刚才那个出现场的问题 其实出现场这个一直是严格控制的 就是我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我2005年的那个214复兴矿难的时候 我已经是全北京跑去复兴最快的记者了 我到了当地之后 当地最好的几家宾馆 全部被市政府市委宣传部包下来了 我们根本没办法入住 宾馆都包下来了 然后我那三天我是住在洗浴中心里面的 因为复兴那个地方是煤矿嘛 然后它有很多洗澡的那个地方 那里面流的水都是黑的 因为都是矿工在里面洗嘛 所以就只能住在洗浴中心 它不让你住宾馆 然后医院也封起来 现场也封起来 全都是警察站岗 你不让进去的 所以这个是出现场是非常非常难 当复兴矿难是有一些同行 是把自己连抹黑混成那个救援矿工 才混进去的 这个的话其实也有被改编成 最近有个讲新闻记者电影 不止不休 应该是去年还是前年的一个电影 有讲这个方面 就这个是实际发生的 那个原型就是原来我的那个朋友 韩福东嘛 他是个调查记者 当然是这样 就是警察全部把现场围起来 你进不去 有记者证也进不去 这是围现场 还有一个就是 2005年那个2月份 赵紫阳去世的时候 我去八宝山殡议馆 当时没有手机摄影的 我们都拿着照相机 只要有人把照相机拿出来 或者举过头 马上会被警察直接带走的 就是他整个的那个现场的气氛 就是那么恐怖 你手举一下相机 马上就被摁倒 然后带走 就这种恐怖气氛 就让你让出现场 他会变得困难重重 然后这种粗暴的管理方式 其实是一直存在的 但是现在是这样 现在因为媒体没有调查部门 或者是调查报道的版面 都被撤销 变成暴色自己不去出现场了 就是从什么微博 从那个抖音上面找一些现场的影像和文字 就发个中数就行了 那很少就出现场了 对 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现象 就是现在越来越少记者直接去现场 或是调查部门被撤掉 就比如说就像你刚刚提到的 现在大家要么就是从社交媒体上找信息 要么就是像比如说媒体人和愿文 曾经在公众号写过说 现在是新闻的一个通报时代 所有人都在等通报 没有新闻只有通报 你的观察也是这样子的吗 这种变化 其实我以前曾经在一篇观察里面 我说过当代的这个媒体 是受到了来自官方的言论审查 以及来自民间的社交媒体的崛起的双重打压 就是审查那部分 我们刚刚已经说的很详细了 但是来自于互联网的这种打压 或者说来自于互联网的挤压 也是造成传统媒体没落的一个原因 就是传统媒体赶到现场 还没采访到呢 突然那个微博上 或者是抖音上面出现了一个视频 那个当然会变成第一手的东西了 就是大家都会去追那个第一手的东西 这个有一个例子是2009年 元宵节的时候央视大火 我们都在等说 哎呀哪些媒体会去啊 因为央视那是晚上着火的嘛 最快第二天早上才能看到报道 但是那个时候突然发现 哎推特上面到处都是央视大火的视频 那个照片 那是我第一次觉得说 好像社交媒体是可以成为一个新闻的一个源头 然后比这个事情还夸张的事情是 2006年的7月18号 济南发大水的时候 腾讯的QQ给所有IP在济南的用户 发了一个弹窗 这个弹窗说请迅速拿起你的相机出门去拍 然后在一个小时之内 腾讯收集到了4万张关于济南大水的照片 这个动员能力或者说这个速度 是远远超过任何传统通讯社跟传统媒体的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已经看到了 社交媒体未来可能会成为非常重要的 这种新闻崛起的方式 嗯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对这是来自两方面的挤压 所以中国传统媒体的没落 或者是它的调查部门的撤销等等 各种各样的原因 但是我还是坚持认为说这个 来自言论审查的这个压力是最大的啊 那个第二个原因是比较靠后 为什么这么讲呢 就是假设我们在美国 我们在日本 虽然社交媒体也很发达 但是传统媒体的份额依然不少啊 你像Wall Street那个付费墙 还有New York Times的那个付费墙 还有日经新闻 产经新闻的这个付费墙 他们全都是非常权威 非常有料 非常深度的这些东西 是付费阅读的 而且都盈利了 包括台卫讲的那个Wall的杂志 Wall的杂志在16年的时候 通过在线版就已经超过了 纸质版的发行量 所以中国这个情况是比较扭曲的 就是中国的传统媒体 因为言论审查的原因 并没有成长成为那些富有公信力 和富有经验的 成为大众信服的媒体力量 这个是非常非常可惜的 最后大家就变成说 那我们就信官方的了 或者我们就信公安局的 我们就信那张篮子 这是非常荒谬的事情 从媒体记者的角度来讲 是任何都可以质疑的 我凭什么不能说 你那张篮子是假的呢 对吧 你动辄就是不信谣不传谣 然后说什么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 这就是赤裸裸的恐吓嘛 对不对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遗憾可惜的地方 尤其是可以看到 就是媒体这个市场化空间 越来越小 包括作为普通的媒体人 比如说跟十年前相比 物质的收入也是很不一样的 在媒体的市场化空间 越来越小时候 作为记者 媒体人的这个收入 还有社会地位这些 是不是也是有很多的变化 02年03年的时候 记者的收入算高的 因为那时候刚进光明日报的时候 一个月只有1500块人民币 然后我跳到那个正常化媒体 到新华社下面那亮眼东方周刊之后 立刻一个月就变成7000块 8000块 七八千块当时是可以在北京买两平米的 你想想 当时你一个月可以在北京买两平米啊 你现在一个月薪水能不能买十分之一平米 买五分之一平米 对吧 记者的这个收入其实是没有变化的 干这行的人越来越少 后来有两波互联网潮流 一波是2006年 一批南方系的人去了腾讯 还有一波是2012年 又一波传统媒体的人去了腾讯 阿里啊 还有头条 头部的互联网公司 所以互联网公司对传统媒体的那个吸纳能力 或者是汲取能力越来越强 就导致大家为了高薪 就纷纷跑去互联网做公关啊 做内容 然后传统媒体的那些高手们 一个个都只要去了互联网的 个个都变成年薪百万 这个我当时去腾讯也是这个考虑啊 我去腾讯 就是因为他给我的空间比较大 然后钱也多 那就去呗 这个现象后来是不是有变化了 后来随着媒体的空间流越小 那这个收入还有现在去腾讯 是不是就不一样了 那当然就是还有第三波是17年18年 那个拼多多呀 京东啊 这些崛起之后 又去了叫刺头部的互联网公司 反正是前天后有三波媒体人 去互联网公司的热潮 大概是没五六年一次 所以我是觉得中国的媒体 它其实是受到了方方面面的这种挤压 经济形势不好 然后是报社的原因 当然也是审查原因 就是我常常想说 你像中国有七千多份杂志 但是我们平常知道就那几份 你说中国有两千多家报纸 我们知道的也就那几家 那市场化媒体 它的这个后来被挤压之后 就中国没有能够赚钱的媒体了 就是作为记者 你想要靠做纯粹的新闻 维生是很难的是吗 对 你想维生是很难的嘛 你想我在2004年的时候 我一个月工资可以买北京的两平米 到2009年我去GQ的时候 我一个月工资只能买一平米 当然房价涨得快了 可是你明显能够看到说 你挣的那点钱好像越来越 越不够花的样子 这个其中跟媒体行业整个的变化 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那采薇也想问你一下 就是你毕业之后 首先想要找媒体行业 做记者的工作 这个是好找的吗 然后收入是怎么样子 因为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 就是对于年轻一代 尤其是张雪峰不是说 劝阻年轻人不要报考新闻专业 那最近几年就是对有新闻理想年轻人 想从事记者行业的年轻人来说 找工作以及从事新闻行业的工作 来养活自己 这个是简单的还是难的 采薇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挺主观的 因为我觉得就是什么叫做新闻 他就是你说写公众号算新闻吗 在网络媒体就是算正经记者吗 我觉得这个问题好像我当时没有去想过 但是我觉得在19年毕业的时候 我在去找工作的时候 其实大多数都是这一类的了 然后身边的朋友们 就是也是去做这个各种新闻的 然后就去这种所谓的大媒体 或者是官媒的感觉就是 感觉就很少有人会就真的往那边想 然后反而是有一些 大家都会去看的公众号 这个还挺热的 很多人会想要去 就比如说就是做那几个 能够写长的非虚构的媒体啊 对非虚构写作 这个也是很多平台 就新奇很多 对对对 或者是去科技媒体 网络媒体这一类的 然后像我的话 就是我觉得我找的比较垂直 就像是刚刚贾家老师也说的 这个像就是17年18年 就是像拼多多啊 京东 然后百度腾讯这些公司 他们的影响力是非常非常难以忽视的 我觉得去大厂做这种公关或者是政府关系相关的工作 或者是市场相关的工作 是我们这一个年纪的做传播传媒的这种毕业生 很热的也很理所当然的一个选择 很多做在这些不管是头部大厂 还是这种二线三线的一些科技或者互联网的平台 去做市场营销或者是内容营销 这一类的同学可能最后也是在写一个公众号 比如说就是你去丁香医生写个公众号 那这个算不算做记者呢 对吧 你每次也会去采访别人 也会去根据新发生的事情去做一些内容 然后我觉得就是大多数的人都是在去做内容了 内容已经取代了新闻 而这个里面我觉得反映的也是社交媒体时代 一个信息 它的娱乐性和它的这种公共性 已经越来越模糊了 内容这个东西已经取代了新闻 成为了传媒的毕业生们想要去创作 也是都在创作的东西 然后我的话 因为我当时的工作找的是在做科技这方面 所以就是这些大厂 这些科技大厂的崛起 他们的影响力一方面是显示在 很多人去直接为他们去工作 最后包括就是腾讯 百度旗下也都有自己做就是这个新闻的部门 还有自己养的就是这种各种号 各种矩阵 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也显示在就是科技记者 或者是就是商业记者 成为了一个比较热的 就英文我们叫beat 就是中文可能叫报道方向 然后我当时就是 算是成了这个趋势 我可能在真的开始做记者之前 一直想象自己是一个对于文化 对于社会议题更感兴趣的这样一个人 但是我真正找到第一份全职 让我用英文去写文章 去报道这样的工作 是让我写中国的科技产业 然后也就是这个时候 中国的互联网大厂 包括字节跳动 也是那个时候刚开始 就是在全球获得很大的注意力 然后也是应该是20年 他第一次特朗普说要下令禁止这个app 然后这个东西其实是一反 就是全球对于中国科技的这种叙事的 因为大家以前都觉得 中国有这些这么大的公司 只是因为就是有审查 然后西方的这些平台进不来 但是其实发展到2010年代底的时候 中国的这些科技公司已经 非常有自己的体系和自己的玩法了 然后这样一个庞大的生态 其实也催生了很多 就是这种年轻的这种科技记者的需要 像我 我就是其中之一 就是你去看中国人在外媒去写中国 然后去报道中国 中国人真的在去担任一些 不管是简单的采编 而且还有就是那种评论报道这样的岗位 其实很多人都是有科技背景的 或者是都是写科技产业起家的 然后大家好像都心照不宣的觉得 科技产业和互联网行业 这两年可能也不太行了 就是尤其是前几年是中国 有活力的 有创造力的 然后每天都有有意思的事情在发生的 这样的一个最好的窗口 而且这个窗口又恰恰是不太所谓的敏感的 不太容易你写两笔 然后就写不了了这样子的 这确实是当前非常大的一个趋势 就是近几年的一个互联网媒体的兴起 采编之前有分享的就是普通人对于媒体的不信任感 是越来越多的 那甚至就连财新 小信金报这些已经很稀小的做专业新闻的 都有可能会因为一个事件在微博上或之类的被口注笔法 你们是怎么看待呢 尤其是贾贾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就是因为采编刚刚也讲过 可以看到近几年会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对于文记者色变 那你有观察到这样一个现象一起 你觉得是为什么呢 我们当时02年03年我们做记者的时候 还是很得意的 就是 嗯 记者的社会地位还是很高的 当时社会地位还是比较高 当然你要注意说你是记者 老百姓会特别热情 包括我们几次去出矿难 去出这么灾害现场的报道 然后记者是很受欢迎的 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些意识形态的因素 就比方说08年到11年那几年里 有一些假记者的这种群体 这个可能是属于另外一个话题 就是假记者群体当时被渲染得很厉害 就是记者的公信力当时被破坏了 至少是市场化媒体的公信力受到了一些损伤 比较明显的啥时候呢 是在南州的那个献词事件之后呢 他们把南方系以及新京报 这一类市场化媒体里面发展的比较好的头部媒体 把它黑化成什么汉奸媒体 黑化成这个什么辱华媒体 或者是亲西方媒体 这个是有迹可循的 到后来你看那个2013年微博开始整那个公知的时候 整公知的时候马上追溯到10年前2003年南方人物周刊 2003年还成立一家新媒体是南方人物周刊 南方人物周刊当时推出的中国公知五四人那个封面报道 那是中国公知的那个说法的开始嘛 所以就把以南方系为首的市场化媒体的记者群体 黑化成汉奸 黑化成带路党 这个是有目标的去做这件事情 整个从2013年那个打工之开始 到2018年修宪那几年里面 我们会发现说 一遇到什么记者的什么事情 然后有些方面就会大做特作文章 然后把市场化媒体的公信力打掉了 他们自以为官方媒体还会有公信力 其实官方媒体一直也没有 那就是说大家对记者这个职业 慢慢慢慢就有了这个疏离感 或者是有了这个排斥 还有一个因素是什么 还有因素是2013年这个微博上出现 这种意识形态斗争之后呢 小粉红的崛起和意识形态光谱的左移 就让很多人觉得说 我多说是有风险的 所以就这个 因为国内媒体已经挺少去采访了 所以他们遇到外美两个心态 一个是为了自保 说我不要多说话 第二个就是说 你们是间谍 你们是来刺探我国机密的 等等 他们不仅把国内媒体黑化 他们还把外国媒体黑化 这就导致说 整个在遇到当事人的时候 他们会首先觉得说 我不能跟境外势力勾结 所以我不能接受外媒采访 所以外媒记者遇到这件事情 是很正常的 对 刚才我也有分享过 然后小粉红的崛起 又从意识形态上 就是把整个记者群体 不管是境内的境外的 都认为是 是来恶心伟大祖国的 包括那个贾张科不是讲过一个例子吗 陪外国朋友去北京胡同那个 拍那个什么雾霾 然后就被北京的大妈说 他们要来拍我们的雾霾 把他们赶出去 就是说这种记者的形象的被黑化 是从13年以后这个发生的 一直持续到18年 到后来已经无可挽救了 不管是境内记者 还是境外记者 我还有一个因素是什么 因为你过去长期的这个言论审查和言论 对媒体的打压 导致记者的很多报道出不来 出不来之后 他又在当事人那里就失信了 失信了之后 吓死了 他又不信任你了吗 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 比方说我 对我去复兴矿难采访 家属采访了三四天 然后我拍胸脯说 这个稿子角度比较刁砖 应该能发出来 结果后来还是没发出来 就人家送那两家属 就跪在我面前说 你为什么食言于我 那我完全没办法 就是那我第二回去 他肯定不理我了 那是我在当地认识的 唯一的一个熟人 第二回去他肯定不理我了 所以像这种事情 就是恶性循环 我给你提供了东西 甚至我给你写了大量的材料 我把全部的什么举报信 或者是相关的证据 我都发给你了 然而你们没有任何动静 那久而久之就是 尤其是一些个体的这个 比方说司法不公的案例 还有这个信访的案例 就极容易对记者失望 就第二回你就甭想再联系他们了 这个也是一个因素 可以想象这些不得已的失心的积累 对于普通人 对于媒体的不信任感 或者是失望是越来越多的 那对于记者本身 作为你来讲 一定也是有很多 很艰难的心理的过程 就是你不断的挫败感 就是你觉得你的所有的屈辱 都是审查带来的 然后就会非常非常痛恨这个审查 但同时你又不得不配合审查 就是我2010年 2011年我在接受那个香港 亨相集采访的时候 我说过一句话 后来被他们频繁引用 我说每个人心里都住了一个小中宣部 就是这话我当讲不能讲 我能说到几分 我说还是不说 在拿到一个材料 拿到一个事件的时候 这是第一反应 就是我能不能说 我怎么说 我说到几分 我说了会有什么后果 我能承担这些后果吗 就像2013年 我编发那个香港明报的总编辑 刘靖图被砍了七刀 我明明知道这东西是不能发的 但是我还是签字把它发出去了 两个小时之后被删 我们领导特别生气 他又拍桌子问我 他说你明知道不能发 你还要发 你能负担起这个责任吗 那后来就罚了四万块钱吗 这些都是你作为一个记者的个人 承担的这些 那四万块钱是罚我们那个编辑部的 公款 那就像你刚刚说的这些 每个普通记者是你都得要进行 这么复杂的沙盘推演 这么多的顾虑 还有采卫刚刚也有分享的 就是给外媒公告 在外媒工作也有非常非常多 数不清的不一样的困难和阻碍 那这些 采卫刚刚用了一个词叫地域难度 所以的话我们也看到 确实很多媒体人 纷纷改行或者是出走海外了 你们的观察就是周边 或者是同行的这样子的现象 也是越来越多是吗 对我觉得是这样 我觉得这几年看到很多身边 在国内可能在媒体 可以说是小有成就 也不只是小有成就 我非常佩服的 我觉得在国内媒体做出了 非常多优秀的作品的朋友和前辈 然后都开始来到海外 然后不管是欧洲还是美国 身边真的感觉这样的人越来越多 然后有的朋友在做 就是这个海外的中文内容 然后有的朋友在试图 在外媒找到一席之地 然后很多人也在中间的夹缝里挣扎 然后我觉得确实身边这样的人 越来越多了 每一年都能够有几个 感觉朋友的朋友 认识了新的这样的朋友 还有前辈出现在纽约 对 那贾佳呢 就是尤其是跟你经历过这么多 从相对黄金时代到现在 一些同行 他们现在的状况 大概什么样子的 我觉得记者也是吃青春饭的 你上好多现场 现在老记者都跑不动了嘛 然后而且老记者因为经验比较丰富 很可能被调去做编辑 做总编 就跟我同龄的 现在还留在国内的 基本上都是各大互联网的总监级 甚至是副总经理级的人物 甚至还有跟我最早在同一个单位的 在亮东方的那个同事 现在已经是智杰集团的副总裁了 所以就是我这个年龄的 在国内待的基本上都是身居高位了 但是不是做新闻了 就是相当于其实也是某种程度上 对的不是做新闻了 对对对退出了嘛 就是去了互联网身居高位 这个其实是退出了 然后有些做媒体的老朋友到海外 做什么的都有 也有做媒体的 比方像吴威他们做大声 袁立他们做这个不明白 也都是重新在寻找自己的定位 身上还是有热血的 就是我对当下的这个状况 我觉得就是大家找到自己的最佳的状态 和是最适合自己的那个状态就好了 我觉得通过疫情 通过这些年的折腾 每个人都是在这个时代大潮底下 或者被动的 然后又或者主动的去迎合接受 然后去被折磨 那走到今天这个样子 看的人挺唏嘘的 但是那我又觉得每个人做什么 最终还是自己的选择吧 就是也有的在传统媒体坚守的 比方说像王和言 我做记者的时候 他就在做记者 到现在王和言还在做记者 我不是说他没有那个机会 去做什么互联网大厂的高管 而是说他有那些机会 但是他没选择那样的机会 他还是选择了写稿 我觉得这是很让人尊敬的事情 包括南方周末有一些老记者 03-04年的时候是记者 现在还是在南方周末做编辑 钱也没多少 但他们愿意坚守 我觉得每个人都是自己的选择吧 我觉得 那你们现在的话 从事的工作 要么就是在继续写稿 或是写专栏 其实你们还是继续从事 最起码是一部分 还是在继续写 继续在做媒体新闻相关的工作 或是体验 那这种在现在 在日本或是在美国 就是在海外来做这样子的 同样是撰稿 同样是可能类似的媒体的工作 跟在国内的时候 是有明显的不同吗 就是体验感 对我来讲差别没那么大 因为我原来在国内的时候 我也会给海外的一些媒体 写稿啊 写专栏啊什么的 只不过是到了海外 就是会觉得自己的尺度 稍微宽了一点 但还是不放心 不放心 对啊 就是觉得自己的对于审查 会变得迟钝起来的话 就会带来麻烦之类的 还是会有担忧 那采薇从你的角度来说 就是在国外 现在移居海外 给媒体撰稿 体验跟在国内有什么不同吗 我觉得肯定还是有 就是有很多 首先我不觉得 我是在一个国内媒体里面 有什么真正的经验的 这样的一个人 就是我只能浅浅地说一下 我的观感和就是这种 在两个地理空间 这样的不同 我觉得在美国的话 在我身边这边的话 首先就是 我真的很羡慕 有的时候我会非常非常羡慕 美国的媒体人 就是很多时候 虽然美国的这个媒体界 就是它也不怎么好 然后也有很多 就是比如说这个 记者的这个薪资待遇非常差呀 然后劳工权益也不好 很多时候就是这个 媒体有很多自己的偏见 和隐形的这种门槛和歧视 但是就是真的 就是如果你去做美国本土 你去采访一个人 你去做一件事情 在这个地方 你去想要去做记者 你去想要写故事 你不需要被批准 你不需要被允许 你不需要被审查 你不需要被授权 就是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自然的事情 去读东西 写东西 发东西 好像是一个普通人和记者之间 没有那么大分野的一个 像呼吸一样自然的事情 然后去读媒体 去消费媒体 去自由的就是有这样一个 没有被修减痕迹很重的媒体生态 包括现在就是比如说 如果我经常去看哪一个newsletter 我去看哪一个杂志 然后我很喜欢他们的内容 我觉得我有可以写的 我去投稿 然后每一个杂志和媒体 真的就会有人回你 然后去就是起码有 在试图的去公正的去把这个稿子做好 然后去给你酬劳的时候 我觉得这是一个国内 完全没有办法想到的景象 因为我觉得其实一个好的文化环境 真的就是让人自由的生长就可以了 只要你不去扭它和去捡它 然后有的时候我会觉得 这个环境是很让人羡慕的 然后也有一种九死一生的感觉 我觉得就是我并不是一个 好像就是从小要为着 要在英文环境 或者是在海外来去工作 或者生活而培养的这样的一个人 所以我觉得能够在这边 有机会去写东西 然后去讲东西 我都觉得很珍贵 但是另一方面我觉得 在外媒很多时候 我也写一些中国相关的东西 就是完全是没有了审查 你是有完全不同的东西 你有完全不同的魔鬼 你要去打败它 然后在这边的地方 可能就是对于中国的各种偏见 各种两极化的 有敌意的这样的叙事 就比如说提起中国的科技 越来越多的时候 美国的媒体也会把它放在中美竞争 就是这种区域化的 然后短视的这种竞争 偏见的叙事 我觉得是一个个人也很难去撼动 并且哪怕要去改变 也要用非常非常聪明和经济的方式 来做的这样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也是有非常不同的问题 要去解决吧 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个时代 我觉得中国的媒体人 是真的非常有才华 不管是在我前面的人 很多前辈 还是我看到的 就是比我年纪还小的 刚出来的这样的一些年轻的 不管是有自己的新闻理想 还是报复的这样的记者 觉得在这么困难的条件下 在你用自己的第二语言去写作 去做各种各样困难的这种工作 然后有各种各种困难的条件 我们都能克服的情况下 我觉得中国的媒体人 还是一如既往的 就是让我有信心的 我觉得如果现在有这么多的媒体人 这么多的记者来到了海外 那这会不会是一个离散写作 或者是在海外观察中国 海外的华人社群的报道 的一个黄金时代 我不知道 最后一个问题 简问两位就是 相比较刚刚我们一开始的时候 也谈到你们的 从事媒体的初心 要么就是很朴素的新闻理想 要么是想要说在外媒 然后报道一个真实 更多更全面的中国之类的 让更多的国外的 能够真正的了解中国 等等这些初心 那现在选择在海外 选择不在中国这样一个地理环境 不在中国做新闻 对你们来说会有一种遗憾吗 以及你们对于未来 是一个大概什么计划呢 能跟我们最后分享一下 我的话 我觉得肯定有遗憾 对我觉得 我非常喜欢我现在做的事情 然后我也很感激 我可以有机会 就是来做我现在做的事情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可能 在历史上第一次有这样的事情 在历史上第一次有中国人 那不止我一个人 有就是年轻的中国人在用英文 在外媒有这样的话语权 然后有这样的机会去写很多 关于中国 或者是出于一个非西方的视角 看世界这样的叙事 但是我觉得还是 如果能够在我出生长大的地方 去做跟中国有关的 去非常自由的和尽兴的 去做自己和身边的社群 身边的在乎人有关的新闻 我觉得会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但是现在走到这里的话呢 我觉得也就是 在我所在的位置 我觉得我会很考虑的 就是怎么去用 我已经能够接触到的东西和资源 还有我自己的一些经验 然后去做到一些 可能在长远来讲 对这个社群 对于所有的 可能愿意看我的东西的人 负责任的 有益的一些事情 对 谢谢 那加加你呢 这媒体 显然我们是需要现场感的 就是你脱离了现场 你就会隔一层 时间久了 你就会隔好几层 我现在到日本三年 我其实对国内的好多逻辑 好多事件发生的那个走向 有时候会判断失误 就是因为缺乏了现场感 像国内疫情期间的 好多发生的事情 就是我往往会超出我的预想 或者跟判断的那个趋势不太一样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大的遗憾 就是好在就是说 有那个微博 有视频 有社交媒体 如果在他们删除之前 你还能看得到 还有这些 推特 国内也有人在用 这个可以做一些弥补 但是是不够的 最终可能还是要做在地的 我觉得这个遗憾 很难弥补 你上海外的媒体 就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很难到达现场 你说国内谁给他们做采访 一定是会被遭到这个镇压的 所以短期我觉得是无解的 公然是大遗憾 至于我个人呢 我还是保持写作嘛 我觉得作为媒体人的这个表达是重要的 因为这个时代 如果我们不记录的话 我们未来 我们的后人看到的记录 都是假的 这个坚持表达 我觉得是 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海外 是非常有必要的 好 非常感谢你们的分享 谢谢贾佳和采薇 最后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结束 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外脑播客 再次谢谢两位嘉宾 我们下期再见 好 谢谢大家 谢谢采薇 谢谢 谢谢 谢谢